二宇先生今天来到台北市 最美丽的圆环旁边的人爱国小 五年十班 然后今天刚刚已经说完故事了 秩序非常好 非常美丽的两个漂亮的班级 都非常懂事 写的字都非常漂亮 但是最后不免俗 还是要访问一下我们美丽漂亮大方 刚从大学毕业的姿态 又今天穿得很漂亮的一星老师 我要问他三个问题 看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三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到他的班上给他打扰一下 第一题 先问你为什么会当老师 然后当多久 为什么 为什么会当老师 因为我很喜欢小孩 然后我觉得跟小孩玩很有趣 所以就选择当老师这个行业 然后当多久 中间有中断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累积加强应该也十多年 看不出来保养的很好 然后那个当老师的这段期间 这一题是我最佳的 有没有遇到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 最近来讲好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去年班上有个孩子 就是他今年已经上了国中 然后他其实一直留着我写给他所有的卡片 然后他就是为了他很喜欢这些卡片 然后就每天就放在书桌前面 然后他就觉得心情不好 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就会去上网上去 就看一看这些卡片 他就觉得给他力量 然后刚好国中考试都会考作文 那刚好就是有一题题目就是蛮类似的 就是有什么东西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 像一种借务抒情的作文 所以他就以这个卡片为题 然后写了这篇文章 然后获得六级分 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跟我分享 嗯嗯 好 我们紧接着要请教那个一心老师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介绍一下你教室里面 你喜欢的一个角落为什么 我最喜欢的角落就是自己的座位 因为其实老师在自己的座位 待的时间是最长 因为要改功课嘛 要备课 所以其实很多时间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所以我就会布置了很多 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心理平静啊 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比如说就是这个给自己一个赞啊 或者是那个深呼吸的桌点 然后有一些小东西这样子 就是看起来舒压很疗愈这样 嗯 好 第三题啊 我们要访问一新老师的是 我们傻笑俄语啊 在你的班上呢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是一个我可以拿来鼓励孩子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看看这些东西 又觉得其实很可爱 然后有不同的感受 其实不会是 其实市面上充斥的那些 比较常看到的一些 嗯我们看到那些 那些小东西有别于啦 我觉得会给他们多一点不同的刺激 文化上的刺激 嗯